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就别看书了 走 我带你去看场戏 走 都什么时候了 还看戏 走吧 不是真看戏 你们这是 罗大人 罗大人 快请进 快 罗大人请 好 毕先帝 你的上书 中堂大人已经看过了 不过呢 这个 罗大人 不妨直说 中堂大人呢 近几日一直忙于应对朝鲜战局 军务繁忙 恐怕是抽不出空来见你们了 不过 中堂大人 对义先帝还是很欣赏的 既然如此 那就不勉强了 毕竟国事为重 原本事情是很顺利的 原本事情是很顺利的 可是谁知道会这么不凑巧呢 实在是抱歉啊 千万别这么说 罗大人 为了我们的事前后奔走 不辞辛劳 亦现已非常的感激 既然是老天不肯成全 我们也别无怨言 罗大人 我请问一句 中堂大人是去了京城啊 还是在天津 还是如此的紧张 中堂大人自然是在 太后老人家跟前一世啊 朝廷已派大军奔赴平壤 不日定将剿灭倭寇 等战事已结束 我会寻个适当的时机 向中堂大人再提上书之事 到那时 岂不是更好吗 那就拜托罗大人了 不必客气 那我就先告辞了 好 罗大人请 留步 留步 罗大人慢走啊 罗大人 恕不远送 走了 哎呀 看戏去 真去呀 真去 走 来 你看 人多吧 这可是 李中堂家的后门 是 这位兄台 我想向您打听个事 我也是初来乍到 不知你想非何事 简易不如好 pla 这可是李鸿章大人家的私柴 正是 你们二位也是来求见 中堂大人的 惭愧 惭愧 怎么 这些人都是来拜见 中堂大人的 今天来的人不算多 因为听说战时吃紧 中堂大人无暇见客 所以啊 大部分人都回去了 我都是来碰碰运气 不是说中堂大人 去进京面见太后老佛爷了吗 哪能呀 还是这么紧张 没有中堂大人在这坐镇的 太后她能放心吗 给你们的口音 像是广东那边的吧 兄太郝尔利 我们是广东湘山人 第一次来天津 什么都不懂 还望兄太多多次教 不敢当 你们也是来求官的吧 这 正是 正是 那你们这样可不行啊 为什么 你想呀 这天天来求官的人那么多 这上至一品官员 下至平头百姓 连看门都能看个山高水地了 祝你们这一生不一 想让看门给你们通风报信都不行啊 除非啊 你们的红包比谁都多 胡包 罗伯人都不担心 这两次来 都担了 让我准通保一声 大人 同堂大人公务缠身 今日不见客 来 来 老婆大人 通保一声 我都谈了好几天了 好 先进去 我又担了好几天了 大人 回去吧 终于老子 好几天了 是 是啊 我担了好几天了 同时我谈了好几天了 广东湘大人 从小伙伦人 我终于老大人 怎么了 查理 你看看 都什么时候了 慈禧太后还在颐和园里面 过什么六十大寿 难道要等日本人 像攻占朝鲜的王宫一样 打尽死尽成 他们才能清醒 你别发这么大火 让孩子们听见得不好 洋务运动都几十年了 造洋枪洋炮 铁甲军舰 现在敌人打到家门口 正是洋我国碑的时候 你看 我们的北洋水师在干什么 躲起来了 和解 和解 现在连日本这么小的国家 都敢气在我们的头上乱来 还和什么解 日本就是看透了我们的朝廷 那么腐败 那么无能 他才敢这么放肆 在这种时候 只有痛击敌人 把他们给打怕了 他们才不敢轻易来犯 他们还以为 日本人在玩过家家呢 就以为凭着几个洋人的几句话 就能够和解 愚蠢 愚蠢到家了 好了好了 消消气吧 全中国人的脸就丢光了 你们家里面 蚓蚓的 是 什么 那李鸿章大人的北洋水势 怎么说躲就躲起来了 我们这么大的国家 连日本那么小的国家 都打不过吗 大有什么用 历史上 宜寡生多的军事案例 还少吗 也不知道义嫌和昊东他们 在天津那边怎么样 咱们就这么走了 用不用跟那个罗锋路打个招呼 不用 仗都打败了 这个时候 李鸿章连自己都焦头乱额了 哪还有心思见我们呢 堂堂的北洋水势 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二 竟这么不尽打 所以说 就算李鸿章能见我们 又能怎么样 他连自己的北洋水势都保不住 还能指望他 保住大清朝吗 那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回家 革命 等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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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家伙 我 在哪儿呢 快出来 躲到哪儿去了 我一定得找到你 爸 我发现你了 大迪看到我了 快出来 大迪不要抓我 大迪不要看我 我抓到你了 我不放开 我抓到你了 亲一下 我地宝可 好了 艾琳 你得带你去 你里边玩一会儿 好不好 好 那你要答应我 不能怕冷 要勇干一些 好 怎么样 艾琳 好玩吗 好玩 好玩 好啊 艾琳 艾琳 好啊 跑啊 跑 你好大呀 好 真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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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 真棒 艾琳 真棒 艾琳 像我好大的艾琳 太好玩了 艾琳 你看 妈咪 妈咪过来玩呀 过来玩啊 宋军 孩子呢 好玩的艾琳 艾琳 你犯什么错误了吗 太棒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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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琳 艾琳没犯什么错 能犯什么错 你们干嘛这么惩罚她 这不差得带着她玩呢吗 好 带她玩 在雨地里玩 你这怕孩子弄病了吗 艾琳 快回来回来 听话孩子 艾琳 您就别管了 我们这么做 这也是为了锻炼锻炼她吗 没事的 艾琳 快回来孩子 快过来过来 艾琳 锻炼 你怎么不锻炼去 你怎么还打着伞 你还不锻炼去吧 哈 艾琳也来了 艾琳 快来快来 咱们拉手 小女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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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flight 你 这 我 的 来 水珍 水珍 爹地 孙叔叔 陆叔叔 你们来了 让叔叔抱抱 爱琳 叔叔给你带礼物了 什么礼物啊 喜欢吗 喜欢 喜欢 来 拿着 谢谢孙叔叔 珍贵 你们来了 嫂子好 嫂子好 又给你添麻烦了 麻烦什么呀 查理天天念叨你们呢 终于把你们盼来了 快进屋吧 走 走 里边请 我们在金京两地走访多日 简直是寒心透了 海上战火硝烟似起 可是京城的大小官员 排着队的给老佛爷进贡 过什么牢十字的六十大寿 你说 你说这样的朝廷 还留得何用 可怜李鸿杖 搞了几十年的养部运动 到头来也是黄粮一梦 查理 你说得不错 这个朝廷已经烂透了 彻底没有希望 你们以后有什么打算 中国人 已经沉睡得太久了 恐怕不来一场暴力的革命 是人就不会警醒 我省闻愿做唤起民众的第一人 好 你若得命 我陆昊东第一个支持 就算肝脑涂地 我也在所不辞 查理 你有何高见 你们都知道的 我一生中最大的理想 就是实现人人平等 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 如果只是换个皇帝做天下 我坚决反对 我也反对 好 我将竭尽全力支持你们革命 查理 你终于把我们 拉到你的三民主义阵营里来了 三民主义 你的意思是 of the people white people for the people 正是 三句话不离人民 简称三民主义 好 好一个三民主义 被你这么一概括 让人耳目一新的 你是不知道 这一路上 我一直在琢磨这句话 我越想 越觉得有意思 我说你这一路 怎么那么沉默呢 原来啊 你是在琢磨这个事呢 这么说 你们完全同意我的观点了 不 美国人的三民主义 毕竟只适用于美国人 而我们中国人的事情 还是要根据 我们中国的国情而定 好 我暂时保留我的意见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 我们之间的距离 是越来越近了 但有一点你是正确的 中国人 已经不能再走老路了 回来的路上 我已经想好了 我准备 先回美国潭香山 联合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尽量争取海外华侨的支持 然后再谋发展 好 海外华侨开风气之间 如果在他们中间宣传革命 一定并在国内容易得躲 这是其一 其二 也是打算去美国实地考察一下 没有皇帝的宪政制度 是如何造福于民众的 等我考察回来以后 再来和查理一变雌雄 好 一言为定 你不能食言啊 绝不食言 查理 如果将来 我要是说服了你怎么办 如果你们说服我 我将终其一生都会支持革命 直到他成功为止 不管你们两个谁说服了谁 反正我陆浩东都坚决支持 太好了 多年来 我一直在寻找 等待 我向上帝祈祷 祈祷中国能出现一个自己的林肯和华盛顿 今天上帝终于给我回应了 易贤 你会成为中国的林肯 查理 我孙文只想做花旗民众的第一人 至于将来功败垂成 城防败寇 易贤并不在意 邀叔兄 不如你跟我们一起干吧 你去过美国又了解民主制度 你当我们的军师 那不是释放功倍吗 是啊 我是一个牧师 我向上帝发过誓的 我终其一生 都不会放弃我自己的事业 当然 我可以做一个隐身的革命者 同时 我还可以用经商赚来的钱支持革命 我想革命也需要向我这样的人 查理 谢谢你 我孙文的革命之路 当自今日事 不是我 是我们 对 我们 好 对了 对了 来 刚才的话才说了一半嘛 那个林肯的三民主义啊 你是这么犯的 人民的 被人民所监督的 为了人民的 美国人用了九个字 你用了十五个字 我觉得不够精烈 那你有什么高见 我想把这个名字放到前面来说 你们觉得怎么样 好啊 这样更能凸显民主的含义 嗯 不错 我概括了前两句 民友 民智 你们意下如何 民友就是政府的权力归属于人民 民智就是人民监督政府 严谨一概 好 嗯 那这第三句 为了人民的 该怎么翻译呢 就是这一句 把我给难住了嘛 我想来想去 也没有想到一个合适的词 为了人民的 弱人 关键是要把这个名字 放在前头 这可有些难了 哎 民室 民室怎么样 这个我也想过 民室和民智一字相近 而且不够贴近 不好 这句话的含义是 政府要为人民办事 保障人民的积累权利 我们应该从这方面动作脑筋 对对对 这个字 要凸显政府服于人民 人民享受其力的意思 民想 民想 妙啊 民想 民有民智民想 妙不可言哪 三民主义 民有民智民想 太精彩了 太好了 太好了 三民主义 诞生啊 中国的三民主义 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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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 掠夺于屠杀 达到了极点 战后第三日 天刚黎明 我被枪炮声惊醒 出到门外看见一队士兵追逐三人 其中一人手抱婴孩 不料摔倒 婴海跌落 一个士兵手持刺刀 直接刺向婴儿 鲜血四肩 我冲上前 我冲上前 是以手臂上所带的红十字标志与旧纸 但被刺刀阻止 所经各界 见尸体堆积于刀旁 眼中之泪 刀伤之血 都已结冰成块 上帝 他们不都是老百姓吗 这些人怎么能够这么对待他们呢 无辜的老百姓在自己的国土上被人肆意屠杀 这到底是谁的错 我们在海上是说给他们了 我们在陆地上也要输给他们吗 我们不是也有那么多的军队吗 夸掉的国家 人再多 又有什么用 今天我们一起 为饱受战争之苦的人们而祈祷 各位兄弟姐妹 我们现在正在为这片土地上 遭受战争之苦的人们祈祷 请你伸出慈悲之手 扶去这片大地上的战争硝烟 安慰那些受苦的人们 抹去他们的眼泪 让他们远离悲伤和恐惧 你已经看到了 在这个被贫穷和暴力撕裂的国家中 你的儿女正遭受着怎样悲惨的境地 如果有一天 我们为了实现你的正义 而不得不拿起武器 求你恩赐我们力量和勇气 去铲除世界的邪恶 自黄海海南之后 清军在前线又遭遇了一连串的溃败 政府的腐败无能 以暴如无疑 全国上下人心积分 一线最让人无法忍受的是 前方的战事还未平息 而朝廷内部主张投降的声音 已经占了上方 但凡稍有爱国之心的人 无不义愤填膺 倘若不战而降 政府必将颜面丧尽 人心尽失 我以为 地当紧速回国 共上大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太精彩了 我们这个家 又多了庆林和子文 查理恪守着 让这个家庭 永远幸福的诺言 对孩子们的教育 是从快乐起步的 在孩子们的眼里 爹地永远是快乐的 他们从来不知道 什么是惧怕 这就是孩子们 诚实品格形成的 根本原因 但是我知道 即使在充满孩子们 欢声笑语的氛围里 查理的心 也始终无法平静 面对国家的内忧外患 他期待着参与一场 彻底的变革 子文长得可真够快的 他这么高呢 我希望我们的儿子 能够像孙文一样 成为一个 直向高远的人 你现在做什么生意 做贸易的 我带他们出去玩吧 好 好 好好 你 一听说你回来了 我们就立刻赶了过来 这一次大家听你号令 是啊 易贤 你有什么计划 我正式聊 听评差遣 差遣儿子 我可不敢当 不过这一次 我可是要干大事了 来 快坐 快坐 我去给你们倒床 还是我来吧 那就多谢四姑了 无用心 我这次去探香山 办了一件大事 成立了新中会 总之就定为 驱逐清廷 创立合租政府 创立合租政府 这个口号 倒是新鲜得很啊 易贤 你不想当洪秀玄第二 改当总统了 总统不必我来当 但是中国 必须走宪政的道路 反正不管怎么说 我们都听你的 不管是皇帝还是总统 只要咱们的易仙凶 振臂一呼 必定印者如云马 对 好 听我说 院下我们最要紧的 就是要在香港 建立一处秘密的 联络机关 郝冲 邀胡秋 我借到了易仙的电报 他已经到了香港 我也借到消息了 郝冲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香港 明天一早 我已经向电报机告了假 今天是特地来向你辞行的 好 今晚我请你吃饭 再交上老牛 给你见性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走 好 贵真啊 想跟你商量个事 什么事啊 易仙回香港 他送你过回来了 嗯 他想在香港 投资一笔生意 生意有一定的风险 但利润可观 所以他想 托人找我来商量 想让母入股 什么生意啊 药材 易仙不是开了一个医馆吗 他也想投资药材生意 生意上的事我又不懂 你和易仙商量了一半呗 关键是 要投一大笔钱 可不是小数目 你自己拿主意吧 我也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那我就放手一试了 好 易仙不是在搞政治吗 怎么突然做起生意来了 搞政治和做生意 可以并行不备吗 上次去天津 对他的打击太大了 现在的时机又这么混乱 大丈夫 有志难深 查理 那我们 就这么败给日本人了 更大的失败还在后头呢 你去收败日本人的谈判 你去收败日本人的谈判 热国无外交 等待我们的 是更大的耻辱 老师 李鸿章 日本逾刺 生死未卜 我再我这日报举 来 给你 号外号外 李鸿章 日本逾刺 生死未卜 李鸿章 李鸿章 日本逾刺 生死未卜 没嗣 来 来 报纸 来 来 李鸿章 日本逾刺 哎 等一下 来份报纸给我 对 来 看看 李鸿章 正乎 给 号外号外 李鸿章 正乎为谱 你们看看 你们看看 真是丢人丢大了 打了败账不说 连谈谈大臣都都暗三被行刺了 被小小的日本给欺负成这样 真是太启人了 就是 为什么要和谈 难道大庆真的没人了吗 杨阳大国竟然被日本人 欺负成这样 真是岂有此理 好啊 好 请进 查理 锦佑 请坐 找我什么事 容金桥 他来上海了 金桥 对呀 他来上海了 是 好多年没见他 对了 他不是在北洋军任职吗 他辞官不做了 家务一战 北洋一败涂地 死死伤得伤 革职的革职 他现在离开了 心情可想而知啊 这也难怪 换了我 谢谢 一样是代不下去的 他现在人在哪儿 我在饭馆订了包间 准备给他接风洗尘 你要上周温饼中都去 你也来吧 也不忘我们大家 在美国相识一场吧 你说呢 那当然了 在波士顿的时候 星球在店里喝茶的样子 我现在还记得 他现在十分消沉 一定受了不小的打击 我们走吧 走 走 走 行吧 别喝了 别劝我 让我痛快醉一场 醉死了才痛快 好了 别喝了 陈叔 算了 现在去吧 姓巧 阿虎 姓巧 阿虎 阿虎 姓巧 阿虎 十六年了 整整十六年了 好 来 坐下 坐吧 坐吧 坐点 神兽长 被弹片击中 死在了指挥台上 还有陈金奎 和志愿昊一起葬身大海 黄祖连重炮身亡 他们都跟咱们一样 是留美的幽童啊 可是如今 如今又疑到 神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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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的时候 大家一起分吧 总认为天下是我们 带我一番开天换日的气候 可这么多年过去了 什么都没变 开天换日 再这么下去 这国将不国了 我真恨自己 不能够站死在沙场上 那样 那样我们就不必蒙受 如此气质打辱了 你说 前方的阵地上 同学们的血还没流干 后方的大人们 就干起了卖国的勾当 你说这样的朝廷 这样的朝廷还要他何用啊 终日海战 中国人不是败在国力 而是败在人心 说得对 但凭实力 咱们中国人不可能输给日本人的 李鸿杖一味地保存实力 不愿与日本人正面交战 反而幻想 西方各国能对日本强加干预 他是怕他苦心精英的北洋水师 毁于一旦 结果 外国人袖手旁观 我们却遗误了战棋 李鸿杖那强国 算是彻底的破灭 是役底的破灰 走 因此 是役底的破灭 是役底的破灭 你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他 你认识他 我们认识 我们四年之前就相识了 缘分的 阿伦 早晚回来了 生意怎么样呢 还不错 开张就有买卖 阿伦 辛苦你了 应该的 请 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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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伯